如果让老婆还房贷 衣服不用那么好看 能穿就行 还好你没跑 那看奶奶能不能帮忙 轮椅也拿去卖钱了 多运动也挺好的 爷爷你也试一试吧 咬咬牙 忍忍就过去了 没牙也可以喝海鲜粥呀 那老公总该要还吧 我是家里最后的顶梁柱了 那你咋不去打工呢 所以吃的就拿去还吧 吃太油腻不好 柜子里还有东西吧 金条也还了吧 现在用这个柜子了 看一下门外 爸妈 我今天又考了一百分 考一百分 奖励一叠房贷 村里人不用读那么多书 早点打工帮家里还贷 连孩子都这么懂事 那你给我出去打工 我是家里最后的顶梁柱了 哎 奶奶去干嘛 这是我们两口子的棺材本了 那就谢谢奶奶了 棺材本也还贷还完了 那好吧 老婆你再出一下力吧 跟着你还贷太苦了 我要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了 你尽力了就好 爷爷你想不想奶奶 人人就过去了 真的想奶奶了 孩子你不是说要去打工吗 这房子住着凉爽 原来房子还只点钱 那总该到你还了吧 实在是顶不住了 好了 大团圆结局 好 写志